诗篇41篇12到13节 你因我存证就扶持我 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从亘古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诗篇41篇 诗人他以眷顾贫穷 为有福的作为 在1到2节里 诗人说到贫穷不一定只缺乏金钱 也可以包括在社会上处于弱势的人 他以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说话 使神必在贫穷遭难的日子 打救他 保全他 使他存活 叫他在地上享福 接着第三节他说 如今他病重在他 正好给仇敌机会来加害于他 诗人为他代求 求神不要让仇敌入愿 接着在5到8节 诗人他以第一人称的角色 连番的数算 仇敌如何的发挥舌头的破坏力 用恶言议论 说假话 甚至成军结党 交头接耳的议论 说他有怪病 他们不惜咒诅他 要灭他的名 而在第9节说到 那与他一起吃过饭的知己好友 竟然忘恩负义 在这个时候出卖他 令他十分难受 诗人没有因为苦难而埋怨 反而更加坚定对神的依靠 更明白眷顾贫穷的有福了 所以他对神恳求说 连续我医治我 他是带着那份信心祈求的 甚至愿意悔改认罪 12节诗人说 因为我心里明白 神既然愿意眷顾贫穷的人 就必会因我存证 就是我那份正直与诚实 前来扶持我 诗人一方面 想到神会搭救他 保存他 会使他享福 而另一方面 他也想到神会扶持他 医治他和安慰他 更想到他曾经得罪神 现在求神怜悯和赦免 而当诗人想到 仇敌的种种不适的时候 他希望神帮助他的病快好起来 好让他向他们讨为公道 当人在患病的日子 痛苦难当的时候 也正是人处于状况不佳 或情绪低落的近况 这时刻 人是较容易看见别人的不适 别人的丑恶 以及别人对自己的亏欠 心里难免感到不满和难受 或甚至存着报复的心 这里 使人把他自己的心境 坦然地表达出来 或许是人性的写照 当人面对患难的时候 会见到人的真情实义 但是有时候 也会看见人性的丑陋一面 求主帮助我们 在患难和困苦中 除去我们心中的仇恨 不满和埋怨 并且保守我们的心 让整个人的心思 被神的爱所充满 把焦点从软弱 而且有限的人身上 转向神 先心倚靠和仰望 这位至善至美 和满有慈爱的上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